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爱哑花的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角梅 嫁接的这个三角梅 这是一个桑巴橙的品种 它和这个绿叶橙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的颜色更深 现在我这边绿叶橙开泄了 就没有给大家看了 这个嫁接的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长出了这种蒸木的枝条 是这种紫色的小叶子品种 小叶子它有个特点 就是长势特别快 所以很多就是拿它来做蒸木 之前我拍过视频 有一部分花友建议我留下来 让我做个实验 然后就是说 看能不能做到一半紫色一半橙色 后来我留了一段时间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原本的这个蒸木 小叶子它的长势太快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能留了 你再留的话 把它的营养全部抽过来了 我们目的就是要嫁接 小叶子我这里不要太多 我们留它 把这颗描毁了就发不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把下面从它最下面 彻底给它处理 彻底给它处理 不能这是它 我看到这是它的这条 这个一个 然后这边 一样 这个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问题 它出现这个问题 和它嫁接的手法有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嫁接的手法 可能我将来 嫁接的几颗也会出现它这个问题 它这个没有从顶部插之接 如果从顶部插之接 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几率不太大 它这个是采用了 它留了四个 四个风支 四个风支 从风支上接的 所以说它这个是 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也是它的蒸木 所以说我们还要 及时的观察它 及时的观察它 及时把这些 小叶子这个蒸木的 给它处理干净 处理干净 要不然它 到时候这颗花就废掉了 这里还有 这个你看 这个也是小叶子 我们这样就处理掉 这里也是 这里 这个也是 这里还有啊 这个是这个 好像现在 已经剪光了 剪光了 我们再看一下 我这颗花 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花挺爆的 它的花挺爆的 其实它这个花的 花期是非常长 它就是做到了什么样 它就是做到 它有一部分 我们看到 有一部分已经干了 但有一部分 还是鲜活的 这个就是它从里面 一直开到枝条 最外面 一直开到最外面 所以它是慢慢 逐渐开 没有一下子开 你看 现在这里还在顶着花包 哦 这里好像还 出现了繁组了 现在这里变成红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又出现了这个繁组的情况 这个瓶种啊 我一直舍不得修剪 一直从来一次都没剪过 因为它的枝条太珍贵了 因为它的枝条太珍贵了 我一直想多留一些这种枝条来架接 所以说一直没有 在它进行修剪 有很多朋友说 我很多花 租形不好看 一个是我需要它这个枝条 还有一些花有 也需要这个枝条 还有就是我们 自然这样养护 开花 它就是这样一个程度 可能你养过三角梅 就知道了 我没办法让它这样 集中在顶部开花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卖三角梅 是不是 没必要给它 把一束花 给它搞在中间来 让它来看 反正你自己养护 你怎么养 好看 就怎么养 我觉得这样养也是挺好的 这样挺好的 它分开来看 不漂亮吗 也挺漂亮的 然后这些看 这些就是我剪它的枝条 送给花有了 因为枝条比较细 有些花有要 它说它不嫌细 那我们就剪一下 所以说这个 本来它是一个圆子猪权 现在它剪的就有些残缺 不好看 今天视频我们就上到这边吧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三角梅 我们价格的这个三角梅 和月景一样 一定要把这个蒸末 小椰子给它这个蒸末 把它处理掉 不要给它留下这个东西 留下这个到时候是个麻烦 营养会把它抽走 好了 视频我们拍到这边 我是13